英國外交大臣亨特7月2號 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專訪時 呼籲中國當權者 不要把香港的抗議當作壓迫的藉口 他說 英國並不支持暴力示威 但能理解香港人對於自由被奪走的憂心 中共高壓的方式只會讓事情更嚴重 他呼籲中共遵守中英聯合聲明 維護香港自治 如果違反聯合聲明 將會產生嚴重後果 第二天上午 中共駐英大使劉曉明 臨時召開記者會 聲稱亨特支持暴力違法者 並指控英國還對香港抱有殖民者的思維 中共外交部駐港公署官網 也在同一天發布言辭激烈的聲明 抨擊亨特多次發表錯誤涉港言論 並聲稱 中英聯合聲明中規定的 與英國有關的權利和義務 都已經全部履行完畢 英方對主權移交中國後的香港 一無主權 二無治權 三無監督權 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謂責任 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 英國認為劉曉明的言辭令人無法接受 當天下午 英國外交部召見劉曉明 英國外交部常務次長麥克唐納告訴他 他所說的既不能接受也不準確 現在英國召見中共駐英國的大使 這個是完全必要的 一定要聲明英國現在對香港局勢的這種關切 而且呢 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強硬的立場 因為中共要拿下香港 實際上是對整個國際社會的民主陣營 在發出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威脅 英國對香港是否有責任呢? 回顧歷史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前 在英國國內和國際都曾引發過極大的爭議 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孫運璇曾嚴正聲明 香港是滿清割讓 而中華民國推翻滿清 繼承滿清法統 任何涉及香港問題時 需以中華民國為談判對象 關制獨裁政權的時候 英國是沒有義務將香港的主權移交給中國 第二 就是如果說要移交給中國人的話 那麼首先是應該移交給中華民國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 提出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政策 最終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 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 中共承諾保持香港現有的生活方式50年不變 不過50年還沒過一半 中共外交部2017年已經宣稱 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 已經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被劉曉明猛烈抨擊的亨特 目前正在角株首相大位 另一位首相角株主者是前任倫敦市長約翰遜 他也同樣對香港人表達了支持 而英國現任首相特雷沙梅 在二十國集團大阪峰會上 已經直接向中國領導人提出 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中英聯合聲明中規定的 各項權利和自由能得到保障 這一點至關重要 香港作家趙耀景認為 現在有40%的外傷正在撤離大陸 國內的消費疲軟 如果英國加入美國對中共進行經濟或人權方面的制裁 中共的日子將會更加難熬